我們要去了解每一個膠的特性 當你要做一個新的作品的時候 它無法呈現可能影片中那些老師示範的效果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要跟他買一樣的東西 其實要先去了解這個作品的要呈現的是什麼 然後你的膠的特性 我們可以運用手邊現有的東西去把它完成 美角是已經把自己的底縮都已經打好了 也修磨好 可是我們要在上色之前就發現它現在是霧化的狀態 霧化的狀態如果這時候我們要去做漸層的話 會非常的難做漸層 所以膜會給它一點點的殘膠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使用手邊比較稀的 所謂美甲師的術語叫建構膠 建構膠把它擦在上面讓你好暈染 可是今天我們又遇到了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就是美甲師自己本身的黑色的膠 它的膠的質地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它雖然是屬於瓶裝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比較濃稠 本身是屬於比較濃稠 那它這個呢有一個特性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在上面上了一層的薄薄的建構膠 再去做暈染的時候 它會很容易縮膠 這個時候呢你發現有這個問題 不需要再去買黑色的膠喔 我教大家一個小小的撇步 我們呢先找手邊有的比較稀的所謂的建構膠 插在它的一半的地方 插在一半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後面是乾的 這個時候呢你在塗你的黑色 你就不用擔心它的後緣會有縮膠的情況 來先這樣子 你看得到嗎 看得到 然後你看這樣它是不是就不會縮膠了 有沒有看到它就不會造成糊化跟縮膠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說不需要換膠 你就拿你原本的膠來玩就好了 不需要為了這個去換 這時候有殘膠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輕輕的刷 你會發現它非常的好刷 你要確保你手邊呢 有這樣子一個像掃把的筆 我們稱它叫掃把筆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它自己本身 掃把筆 我沒有另外去用什麼牌子 我就用一模一樣的工具來做處理 把邊緣輕輕的 輕輕的把它 帶下來 那你會發現很輕喔 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輕 不規則的把它帶下來 你看它後面是不是就不會縮膠了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不需要換 別的品牌 你就知道這個特性 我們運用它的特性 欣賞它的優點 然後避免它的缺點就好了 這淡淡的有沒有看到 好 進去找燈 那呢我們剛剛呢只有照10秒沒有照太多喔 那10秒了之後這邊它那個殘膠還是很濕潤 這樣懂了嗎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怎麼樣上殘膠 它一樣是可以再次利用 然後它下半段的時候我就上白色 那我們會希望說前端很白嘛 前端要特別的白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走不規則 不規則的很白 那這時候呢我就把它刷在前面 用同樣的筆 然後把它稍微再刷開一點 輕輕的往後 在尾端的地方往上戴喔 你不要整個從頭戴到尾 在尾端就是說銜接處 慢慢的去把它往上戴 把它輕輕的暈開 有看到嗎 輕輕的 用筆尖的地方去把它暈開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現在使用的這個膠呢 白色的膠是比較稀 所以它無所謂那個殘膠 它就不會受到縮膠的影響 然後慢慢的往前戴 讓它那個顏色過過去 因為它會有個過度色 過度色就是 黑色過到白色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灰色的交接處 那就是所謂的過度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比較乾了 有出現那種一束一束 像我這個筆是不是 已經有點破損了 它不是很好 我就先把筆整理一下 整理完了之後呢 我再找手邊一個比較稀的膠 站在前端 讓它有一點點的 膠 用膠的方式去戴膠 膠的方式去戴膠 這樣子呢 才能夠把顏色戴得更漂亮 它可以看到 我目前使用的跟它同一個工具 這工具不好 我們去克服它 我們不需要立刻換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筆刷不好怎麼辦 想辦法克服 你不可能立刻又去買一個嘛 好 你看喔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用膠的部分 透明膠的部分去戴膠 它的那個一束一束的感覺 它就會慢慢的消失了 那動作要輕喔 當然像這種過度的暈染 你不可能一次到尾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一次 兩次 三次 讓顏色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越來越明顯 所以你在做這種 作品的時候 不要急 要有耐心 不要動為說 我想要一次就做好 不可能 你看 這顏色呢 我們就慢慢的戴上去 它有一個過色的效果 好 把筆洗乾淨 等一下我們再來第二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筆破損的有多嚴重 通常在選哨寶筆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那個哨寶的那個筆毛 雖然是屬於比較稀疏 但是它是有豐厚的狀態 像它這樣子有岔開就不行 但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告訴大家說 在SALONE的現場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還是照用 只是這個時候 我可能用前面這一段 然後這邊就 盡量比開 你看它又擦開了 好 那把筆再洗一下 好 這時候呢 我們要再進行 第二次的暈染 一樣把筆洗一洗 讓顏色更明顯 你看我這樣子用它是不是就不會暈開了 你本來很害怕說 它後面是不是膠會暈開 那我們就沒有暈開的問題 剛剛呢那個是一種暈染的方式 還有另外一種暈染方式 大家會選擇 我也可以後面再加那個殘膠 一樣也是可以 這樣是不是很乾 可是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這兩個顏色 顏色會很明顯 但是你要在過中間的顏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難融合 一樣去沾一個透明的 很稀的建構膠 把顏色過上去 淡淡的淡淡的 把它做融合的動作 然後呢你看喔 我在過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是 動作都輕輕揉揉慢慢的 有嗎 嗯 對啊 所以不要不要急 你就慢慢來 那剛剛你可以看到 你有很明顯的一束一束 是因為啊 你在使用那個 融合的時候啊 你太大力了 然後呢 你推的也太大力 你看我在推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呈現 不是這樣 我是側 側推有沒有 這樣把它輕輕的暈開 推開 有沒有看到 嗯 然後我的膠不夠的時候 用膠去推膠 用膠推膠 不是用筆 很用力的去刷它 不是喔 有看到我們兩個差別嗎 嗯 嗯 這邊覺得有一點點 眉目完美 我先進去照個燈 好我一樣是拿哨把筆 可是有些人哨把 你要看你要運用是什麼 我是要讓它顏色融合 所以我並不會這樣子 拿起來這樣刷刷刷 呈現一束一束的感覺 所以我就力量它左半部或右半部 然後輕輕的用膠去推膠 嗯 那為什麼要選薩把筆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個筆毛 它是比較 從豐厚慢慢慢慢的 吸吸吸吸到前面比較薄 這樣會比較好推 那這邊我要再稍微修一下這一塊 我覺得這一塊有點太 呃 黑的部分太下來 我想讓它再上去一點 好那像這種微調 然後維修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就一樣利用你這個筆 好來 然後沾這個一點點就好了 腳腳 腳腳 對沾腳腳 腳腳 輕輕的推一下 推一下 然後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我沒有做什麼事 我沒有再補膠了 我沒有再去用那個透明膠 因為我只要輕輕的一點點就好了 我這時候只要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更完美 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黑的很黑 白的很白 然後我沒有一束一束的感覺 可是你是一束一束 然後我等一下上完最後一層的時候 它會更漂亮 好 進去照燈 那我們接著現在呢 再把它上最後一層 好的 我們今天就做完了 那我跟它用一模一樣的產品 以及我們用這個一樣壞掉的筆刷 好的 那你來看一下 來 你找一支 好 這就是差別 我們今天呢 示範呢 如何從黑色過渡到白色以外 最主要的是要跟很多的美甲師說 你要去了解呢 你手邊呢 每一個膠的特性 而不是說每看到一個影片就想一直買新的東西 那你這樣都學不完 我覺得不是不要買 而是如果手邊有雷同的 或許膠的特性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去了解特性 運用它原本的特性 然後去模擬 那我覺得這樣子做美甲才有意義 那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今天要學會的就是了解膠的特性 然後去慢慢的學習 如果呢 還想要知道什麼的話呢 那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我看到留言的話 如果我有時間我就會去回覆 那再來就是呢 壞掉的筆刷 記得 不要隨便丟掉 它還是有它的用處的 我們之前也有教大家說 如果筆刷呢 有一點破損的話 怎麼把它救回來 大家可以記得去看這邊的連結喔 哇 好嚴重喔 我忍不住完美就一直看到 你看喔 所以你剛剛我是不是用 好 反正壞了 我們就用某一個也可以嗎 我公開了 多謝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